好可愛 聽說 因為感覺起來 跟媽媽感情是非常好 有一次是在留學的時候 把媽媽幫妳準備的牙刷弄丟了 對 因為那時候 就是還非常非常的小 然後就會很想家 然後那時候就是媽媽就 因為那時候剛好正逢父母離異 然後我很依賴他 後來他回來台灣之後 我就突然很害怕 因為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 然後就是有些人 可能對亞洲人 也不是這麼的友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還蠻無助的 一次意外之下 發現我媽媽居然忘記 戴走她的那個隨身那個牙刷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一種 找到寄託 對 就一直把她戴在身上 就開始把牙刷裝成媽媽 還裝假髮 還裝假髮 對 變恐怖騙子 我覺得那種寄託很重要 對 就一直帶著她就是上學 然後去就是看煙火什麼東西 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可憐 沒有 我覺得真的超好哭的 我都快哭了 所以妳跟她出去看煙火 妳是把她擦在旁邊土嗎 還是拿著 我就拿在妳身上 OK 然後可是看煙火看一看 我就把她搞丟了 沒關係 我們現在開啟尋找的專線 不是 我覺得年紀很小 自己一人出國 是真的很無助的事情 天啊 天啊 這兩個 我也是看煙火 妳是帶什麼 聖誕節的時候 束口杯 不是 不是 聖誕節的時候 然後就是大家放煙火 然後有夾的雪這樣 然後人群大家就說 聖誕快樂 然後大家就相擁 然後妳就發現妳是唯一一個 沒有人可以抱的人 然後妳就站在人群裡面 懂 我覺得那個 那感受是很痛的 因為現在有一個人可以永遠抱著 對 謝謝大家 恭喜 不是 謝謝 沒有 我覺得 我每次看到她 我就會想到小時候的自己 對 但我覺得她很棒的是 她有另外一種勇敢 你知道嗎 然後她敢去做很多 很多大學畢業的同學 他們出國 然後我就在想說 我就是自己想說 我敢不敢一個人出國 我不敢 然後我就心裡想 怎麼會有那麼多父母 那麼狠心吧 那麼小的孩子 因為我們家後面還有三個 國庄 她想說掉了一個還有另外三個 也沒關係 什麼玩意 不是 謝謝 就是父母親 望子承龍 望妳承鳳 可是讓小孩經歷這樣的孤單 你看他們的反應 對啊 牙刷真的是算好了 我曾經因為一顆水餃 我會哭 因為我媽幫我帶那個便當 然後就是水餃 你知道蒸飯箱蒸完之後 那水餃皮都會卡在那上面 對 然後就變很難吃 然後我就有一次打開之後 就好幾顆卡在上面 然後就很難過的跟媽媽說 就是心裡默默的跟媽媽說 對不起 我真的吃不下去 因為太難吃了 我就把它倒掉 對 然後呢 就這樣 所以哭的應該是你媽吧 什麼啦 什麼在哭去 不要騙我們演了 你要呼應 我們是要呼應 沒有 我是因為浪費 你知道媽媽幫我準備的 好的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集提示